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政府员工身心健康关怀中心接牌 提供市府全体同仁在公务繁忙之余 可以就近与专业人员进行健康咨询服务 接牌当日市政大楼也举办员工健康促进嘉年华活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带领部署了解健康资讯 今天很开心来向大家宣告 我们员工健康促进办公室再次的优化提升 从110年开始我们就设立照顾员工健康的办公室 那也谢谢我们连续三年就委托联姨 然后同时跨局处大家提供职务来配合参与 来照顾我们所有员工相关的健康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提升优化 主要是纳入了包含工卫师 还有职场服务师 当然还有心理资商师 所以透过三师我们希望不只是身体 还有心理层面相关的健康照护 都能够为员工来提供服务 来守护我们这栋市府大楼六千多位市府员工 那这一次我们是首创全国之先纳入工卫师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立法院也自己提案 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过工卫师法 所以当时很高兴 报道派大家共同支持顺利通过 所以这一次我们能够纳入工卫师 我们很高兴未来由三师的团队守护员工健康 特别在最近我看到相关的报道跟迹记 我们的新冠疫情似乎又开始增加 所以我们很希望除了守护市民朋友健康 对员工健康的照顾我们也一样关注 所以很谢谢我们联一的伙伴 大家能够在这边通过健康处理办公室 提供多方面多管道的照顾服务 那再次感谢严一同仁 也谢谢很多各个单位 大家的职户配合 那相信未来健康处理办公室 一定会运作非常的顺利 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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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清楚的时候的决定来执行 那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包含就是 要不要继续做维持生命证 就法律的规定 我们是保障要自己做决定这样子 对 所以那先这个就欢迎大家可以先想看一看 关怀中心纳入公共卫生师 资商心理师 职场护理师团队 以师傅健康愿景为永续目标 提倡关注个人健康层面 生理心理都照顾到 那我想这个市府的员工身心健康关怀中心最主要是 过去大概我们都比较重视这个生理的部分都有 那最主要是这些年来 职场的等等压力 越来越多 职场暴力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呢 最主要增加有公卫师来做 健康 员工的健康风险的管理 包括现在 有所谓的慢性病的个案管理啊等等 然后我们也加进了心理諮商师 可以做心理的咨询等等 那还有职场的护理师 都一起来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那现在是三四合一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 公卫师立法过了以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供职场 那去同仁提供 那应该是在六都里面 应该是第一个提供这个公卫师 进来注点的服务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现在也很重视 员工的这个工作与生活 家里或者职场与家庭 所以我们也都雇集到职家横平 我们有接下来有一些讲座 除了该有的见解以外 我们会有一些讲座 那工作坊等等 那另外像我们这栋大楼里面 我们有这个幼儿园 员工的子女在多余 刚刚早些时间 幼儿们也有来 我们现在有这个幼儿的专责 到家访市这个部分 像刚刚市长也帮我们做了 他也将来如果有空 他也应该到社区去分享 他整个当三宝爸 整个当支持太太 支持家庭 那我们就觉得 这最好的一个示范 尤其像现在职场上面 大概存在了高阶的主管 很可能都是婴儿期生的 那个婴儿潮生的 那现在有X世代 Y世代 Z世代都进来 在职场里面 那这个在这里面相处 甚至我们都碰到 以我自己的职场里面 我们有碰到现在 譬如说同仁不太愿意当护理长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带后面 所以在这个职场里面 都会有充斥的这样 那在有些现在 也有非常多的语言上面 可能会有语言的冲突啊 等等 那这我们都有 这样的职户 对职场的这个不法侵害 怎么样预防等等 嘉年华汤位 自出生至临终 集结各项健康促进专题 将相关资源介绍给员工 共同促进员工 职场幸福与健康 再带你来看 由松山区公所 及御达高中合办的松山区 新著名烘焙班 欢乐结业了 学员反馈极高 课程期间也特别走入社区 将课堂中制作的糕点 与松山长老教会的长者们分享 发挥公益精神 鼓励长者乐活学习 那如果想要大家 再有一些风味加甜辣酱 甜辣酱加两大匹进去 更好吃 就是会有酸酸甜甜的概念 在烘焙班 由志文老师的示范讲解下 学员们一步步跟着老师 学习做披萨 松山区新著名烘焙班 新影元属国籍为 中国、越南、泰国、香港、印尼 以及蒙古的学员 其中来自泰国的杨小姐表示 本身对烘焙有浓厚的兴趣与热忱 也参加过许多坊间的烘焙课程 得知松山区公所 今年开办烘焙班后 就立刻报名参加 这次呢 我要非常享受松山区公所 喜欢这个烘焙 烘焙有很多东西可以查 在这里我们学到很多 就是有这样做面包的东西 在家里可以做个小朋友吃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次可以认识很多性的朋友 这个课程呢 我上次有参加过类似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老师都教得很好 所以在这一次奉陪的话我想再学一下 然后希望从中可以得到什么 再看有没有可能变成我的事业 我觉得从学校里面 从老师那边学到的东西都是非常专业的 比在外面的兴趣班呢 可能会更上升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得着很多 松山区区区长郑曹元表示 对于学员的烘焙功力感到相当惊喜 能在短时间学习烘焙技巧 揉面团煮酱汁 还要设计食材风味等 可见学员的用心学习与创意潜能 首先啊 恭喜大家就是这个结业是打压 对啊 然后那个 听说这个 抱这个饭好像不是很容易 要 然后再 porn子 要 müssenCC 那所以各位看就知道都很有无� Netz 所以你们都抢到了 而且听说这个 革蓝后我讲说我们这班的权情率还非常高 可见的那个我们我们开这个班 是很成功的 Cannon非常恭喜大家 那刚刚有提到说要什么进阶班 什么之类的 你们尽量反应 没关系 我们跟学校这边我们再来研究 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满足大家 那真的非常謝謝理達高中 被提供這樣的場地 然後跟我們合作 讓我們新住民有這樣子一個空間 可以來這邊學習 那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這次的課程更突破往年 共有15位學員獲得全勤獎殊榮 松山區區長鄭曹元 也準備幾美禮品 親自頒贈鼓勵學員 學員們開心地表示 每週都很期待上課 還能將學到的烘焙美食 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記者李奇惠台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Sairless Eyes Terra探險員世界攝影展 展出由探險船員們 透過獨特的視角拍攝的作品 並邀請藝人解曼書 擔任海洋保育大使 希望唤起觀展者的自覺意識 一起響應保護地球上 這片美麗的海洋 曾經擔任2017年 Terra海洋探所展活動大使的 解曼書 再度受邀參加 Tara探險員世界攝影展 熱愛海洋的解曼書 分享對當下環境的深刻感知 整個地球環境面臨急劇轉變 極端氣候影響全球生態系統 展覽中的每一幅作品都在訴說著 大海需要我們 今天很榮幸參加這個作為大使 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來希望唤醒大家去 更關注覺察我們的海洋保育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帶著小孩去海邊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滿感觸的 因為真的在海灘上 會看到很多人為遺留下來的垃圾 什麼都有對不對 真的什麼都有 奇怪怪 剛剛跟大家分享交友的時候 還聽過 還看到 有人曾經看過保齡球 就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烤肉架 然後很常見的塑料的製品 保特瓶啊 吸管 塑膠袋 所以其實很心痛之外 就是當然也是一個照慮的機會 在帶小孩在海邊玩的時候 也會教他們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帶過去的東西 全部帶走 不要遺落在海灘上 然後沿途如果有看到垃圾 就是就一起撿回去帶回家 那除了我們人類自己之外 其實這個地球還有很多生物 要共同一起生活 並不是只是我們而已 那用一個比較希望地球永續的方式 讓用這個概念去愛地球 讓它可以生生不息的永續下去 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 由知名品牌設計師 創立的Tara海洋科學考察基金會 20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 船員 藝術家和助船記者一同搭乘Tara探險船 在全球各大海域進行探勘任務 並積極分享氣候變遷和海洋環境的研究成果 一開始看到的時候其實會不太知道這是哪裡 然後知道是那個探險船員 他們在那個很高的桅桿上面 補看下去拍的 那因為這個船可以破冰 所以它是那個雙螺旋去把它打出來一個形狀 像這樣一個問號 然後是一個很特別的 我記得就看到這一幅照片是我覺得蠻震撼的 有一種很壯闊的感覺 這個就是七年前 2017年的時候我來擔任大大使的時候 Tara從台灣開往香港所拍攝到的一個畫面 這邊有那個海豚在跳躍 所以看到這幅的時候有一種 七年前很開心很感動又再見的那種感覺 本次展覽由Tara海洋科學考察基金會主辦 展示了45幅珍貴影像 透過Tara探險船員的獨特視角 向觀眾呈現過去20年來的海洋保育航程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內湖分局偵辦一起虛擬貨幣詐騙案件 專案小組埋伏 趁被害人與詐騙車手面交現金時準備逮人 沒有想到這個車手開車投意 甚至企圖衝撞遠景 警方正持續追其中 要動 開槍 開槍 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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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上可以看到嫌犯不理遠景攔檢 更企圖開車衝撞 內湖分局偵辦一起虛擬貨幣詐騙案件 趁著被害人與詐騙集團車手面交現金100萬時 進行監控準備逮人 沒想到嫌犯突然開車逃逸 甚至在港前路一處交戰前衝撞一旁自小客車 與其警用機車前往圍捕的遠景 遠景雖然朝左前輪連開兩槍阻止 嫌犯仍趁亂逃逸 25日因偵犯詐欺案件 被害人與詐騙車手預計面交新台幣100萬元 私於內湖路二段某超商門口與犯嫌對話 專案人員見狀立即上前出示證件表明身份 犯嫌隨即駕車逃逸 立即啟動難檢微捕 於10時42分 警員王玉群於內湖區港前路250號前攔查該車 為期拒檢逃逸 並衝撞名車及員警警用機車 王源遂朝該車左前輪擊發兩槍後仍逃逸 現場無人傷亡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積極偵辦 警方調查刑犯一路開車上國道南下後 將犯案車輛棄置在桃園市陽梅 新隆街後徒步逃逸 警方已經鎖定車手身份持續追忌中 針對假投資詐騙案 警方發現近期詐騙集團收款方式似乎又從 誘騙被害人匯款層層轉帳以躲避查契的方式 改回派車手直接向被害人取款 估計近期有超過五成的詐騙案件 都是以類似手法作案 記者張棋藤台北報導 根據台北市的資料顯示 近十年只有四成的市民有規律運動的習慣 因此台北市政府就推出了為期四個月的 2024台北健走区系列活動 培養市民健康動態生活 邀請民眾踴躍參與 民眾透過健康知識問答 或是完成健走任務 就可以集點兌換豪力及抽大獎 Apple Watch Switch 以及商品禮券的豪力等你來拿 這是台北市衛生局推出的 2024台北健走区系列活動 鼓勵市民培養規律運動習慣 外出健走從日常生活輕鬆做起 那一直以來我們都致力將台北市打造三個願景 安全之都 未來之都 以及運動之都 運動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我們希望將台北市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來到40% 我們去年 前年頂剛上任的時候 大概台北市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只有38%左右 我們希望能夠突破這樣的一個瓶頸 來到40%以上 所以我們有推動各項的 政策以及做法 希望鼓勵大家多運動 那很多時候 民眾都會反映 平常工作太累 回到家要處理家務 要照顧孩子 而且三才老師在外 那其實一整天忙完 沒有時間運動 或者是說工作太累 或者是我對於運動沒有興趣 但是健走是一個非常適合 各個年齡層 而且不受空間場域的限制 同樣也不用花大錢 採購或去買各項的設備器材 而且也是WHO最推薦的一項運動之一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結合智慧科技 我們不只是跟踴躍合作 我們健走筆記也深受大家的喜愛 在這一次台北市 我們很多適合健走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上傳軌跡 累積鑽石點數 就可以對外好禮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鼓勵方式 讓大家能夠走出戶外 多健走 介於散步跟跑步之間 我想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來 多走走 多運動 那另一方面 我們除了像今天台北健走去 結合智慧科技以外 我們也有 U-Sport 這個台北樂運動 我們也希望大家下載 U-Sport的APP 然後註冊 我們也希望鼓勵 24到64之間的年齡層 多運動 能夠參與 我們各項的賽事 到運動中心 享受運動的樂趣 另外 我們也 逐步的來推動 台北市所謂運動中心二臉能記號 也就是台北藥動館 藥 藥動館 我們希望 陸陸續續 在台北市適合的地點 已經在 包括克強 新生 七虎 我們陸陸續續在 進行動工 那另外還有幾處 總共目前有9個點 而且 在 既有的 基礎設施 包括用時重的場館等教室 都有一外 我們再附加更多特色 包括有匹克球 有三鐵的訓練 還有射擊等等 我們希望讓台北市這整座城市 能夠 運動風氣更加的興盛 能夠讓運動 成為所有市民朋友的日常 所以 再次的感謝 我們所有辛苦的同仁 對於這次 2024台北劍走去的努力 付出 我們也希望 市民朋友 好好的來使用我們 台北劍走去的APP 上傳你的 劍走軌跡 多運動 賺到健康 賺到財富 祝福活動圓滿順利 跟著教練 與市長蔣萬安一起動一動 市府根據統計顯示 近十年 台北市僅有四成的市民 有規律運動習慣 因此 積極培養市民養成規律運動 活動從6月25號到10月25號 從問答挑戰賽的知能 提升到結合載具起身健走 也結合跨局處活動一起挑戰 延續我們之前鼓勵市民朋友出來走 走路的一個活動的延伸 然後我們今年推出來 其實你只要下載適當的一個APP 那我們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打怪 然後計算你走路的距離 那走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還有獎品 靠這個積分可以來換獎品 那一樣我們希望的還是市民朋友 能夠參與這一類的活動 透過健走來增加自己的健康 而且我們希望我們大家台北市的市民 可以在規律的一個運動的人口 能夠達到40%的一個等級 那這樣子對大家健康都會有幫助 比如說各位像有一些朋友 他們上下班的時候就會提早一個捷運站 下車透過走路的方式 那這就是一個運動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快走會打到流汗 那對健康更有幫助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鼓勵市民朋友 我們大家都來積極的健走 而且健走之外還可以換獎品 而且提升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 健走是最容易實踐 及推薦的身體活動 教育部體育署112年 運動現況調查顯示 有運動習慣的民眾中 最常從事的類型 已散步走路健走比例最高 判藉由活動 讓民眾把運動融入日常 記者張啟騰 翁駿 臺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魏 薇嘉儀 大家好 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天門廖 我是雅瑞 大家好 我是 瑞瑞 大家好 我是楊瑞 2024 台北水舞嘉年華 6月3日 彬舞演唱會 我在錫空馬頭彩虹橋 等你喔 你見不出來 2024 台北水舞嘉年華 6月30日 彬舞演唱會 大家一定要來喔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 強力查清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113年公車友善心運動正式起跑 好咯 今年首次結合校園宣導 邀請民權國小的學童一起參與 響應搭公車 要招手 握扶手 行人遠離大車四周等安全守則 深入校園與學童互動 邁入第17年的公車友善心運動 今年起跑記者會首次結合校園宣導 邀請民權國小學童一同參與 運用新型電動公車 讓學童實際體驗 了解視野思交等相關知識 並教導學童搭乘公車的安全行為 包括搭公車 要招手、握扶手、行人遠離大車四周等安全守則 深化學童交通安全意識 要招手、握扶手、遠離大車四周 就是前輪它會先到某一個位置 但是因為後輪 因為大車它車身比較長 所以後輪它會在不一樣的位置 所以前輪你覺得它在比較前面 但是後輪它會比較接近 平常上課、上健康課的時候 老師都會教我們 也會看一些介紹有關這些知識的影片 讓我們更加了解 有時候公車的內輪差 很容易讓我們發生交通事故 因為當你覺得前輪離你很遠時 你都會沒有注意到後輪 就容易被後輪撞到 公車不斷地在進化我們的設施設備 到現在很多先進的輔助系統 都給我們乘車安全上面有很多的協助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所有的運轉同仁們 我們的運轉司機們 在這個公車上面服務乘客的那顆心 一直都沒有變 永遠都是站在對乘客提供最好服務的角色 應用這些好的設施設備 給我們的乘客有一個好的乘車的饗宴 也可以有一個乘車的安全 那今年呢也是我們在倡議的交通安全年 人本交通對於行人安全以及我們乘車安全的守護呢 是今年我們特別著重的主題 所以呢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不斷地要去倡導 叫做在行路環境 甚至我們好的一個乘車禮儀 所以今年呢我們特別用這樣的一個系列活動 從今年開始起跑呢 我們進捐這邊會協助 跟我們所有人員工業業者 有一系列的活動 正在九月呢我們還會繼續的再進入校園呢 讓我們的所有學生們都可以知道說 好怎麼樣跟有一個好的一個乘車禮儀 所以呢今天我們也會 禁用這樣的首次的進入校園的宣導呢 跟我們的所有的國小的小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學習 什麼樣一個好的一個公車的 搭乘的禮儀 用好的一個乘車的習慣 你才能在上車乘車跟下車的過程中 一路安全暢行 所以在等公車的口訣上面 我們要舉手 然後要握扶手 而且在公車大車的四周圍要遠離 這樣的一個口訣呢 希望能夠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牢記在生活當中 所以在不管上車乘車跟下車 都能夠一路平安 接下來小朋友即將面臨暑假的時間 會有大量的一個時間是在社區裡面移動的 因此我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時間也會變多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公車的視野思照比較多 那我們也藉由這個進校教育的一個服務 讓小朋友藉由實際公車的一個體驗 來理解到我們在乘車的時候 包含等公車的一個位置 上車之後應該要自我保護握好扶手的一個方式 那以及下車之後知道要趕快遠離大車 因為車輛有很多的一個視角 那孩子呢 我們都是藉由體驗來進行學習的 所以在這個公車的一個進校活動當中 就可以讓他們藉由坐在駕駛座的一個視角 來看看原來大車有這麼多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那在他們的日常生活有這樣的學習之後 其實未來呢 他們就會懂得如何跟大車彼此之間的一個互動 能夠增加自己的安全性 9月下旬起駕駛員也將化身安全大使 進入台北市各國小校園 讓不同年級的國小學童 可以學習到搭乘公車的安全知識 透過持續推動公車友善新運動 112年公車為交通事故 主要噪音的比例為3.86% 較前一年度下降1.1% 乘客主動回饋優良市基建數 更有將近4000件 其實這個部分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談 第一個部分呢 是像我們公車 今年度以台北市來看的話 我們一方面提升駕駛的一個 對於職業的認同跟負責的一個態度 所以有這個頒獎典禮的一個鼓勵 其實從去年度的一個數據來看 因為公車為主要噪音的一個事故比例 又逐漸下降了 所以其實公車駕駛們 他們自己在對於自己職業的要求也有所提升 另外一塊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帶起的一個社會風氣 就是乘客跟駕駛之間良性的互動 那這部分在17年的努力之下呢 就是在去年度這個民眾主動去回報 相關單位駕駛優良的一個事蹟也增加了1000多件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民眾在這個互動的一個引導之中 也看到了駕駛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辛苦 以及對於他的工作負責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保護乘客的心 還有服務的這個熱忱 其實有讓民眾看到 對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果效 其實對於這個活動長期的一個耕耘來說 就是最好的一個印證 公車友善新運動多年來持續投入宣導志工服務 已觸及近4萬6千名學童 今年度也搭配主題為愛啟程安全運轉推出一系列活動 包含網路留言活動 人氣駕駛票選活動 安全友善公車競效宣導 優良駕駛頒獎典禮等 共同營造有愛的乘車環境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全國逐漸進入腸病毒的流行期 根據衛福部方面統計 近期因為腸病毒急診的人數創下10年新高 由於5歲以下的嬰幼兒 是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群 為了守護弱勢幼童的健康 市長長萬安宣布 從6月17號起 將針對涉及台北市的特定弱勢兒童 全額補助腸病毒71型的疫苗接種費用 這個腸病毒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會自己好起來 但是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會引起重症 那引起重症的部分的話 它主要會造成心肌炎或是腦炎 那是最重建的兩個嚴重的這個重症的情況 那它會出現一些前驅的症狀 包括就是它可能會試睡 意識不清楚 那可能這個會持續的嘔吐 就是一般來講的話 它是我們吃東西會吐 那可能是比較像胃腸不素 但是我們吃東西也在吐 那可能就比較請它腦壓增加 那可能就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是它呼吸會心跳加快 跟心跳都會加快 這可能有一些 新經驗的症狀出來 那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就是 它可能會出現一個 肌肉型的抽搐 馬介兒童醫院兒醫部主任基辛 詳細說明罹患腸病毒重症時的主要症狀有哪些 由於腸病毒流行逐漸進入高峰期 兩個月到六歲前的嬰幼兒又是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群 施打腸病毒疫苗是最好的預防方法 不過施打兩劑腸病毒疫苗費用加起來將近萬元 自爆加中三保成兩度感染腸病毒的台北市長 蒋萬安特別召開記者會宣布 六月十七號起將針對台北市弱勢幼兒 全面補助腸病毒七十一型疫苗接種費用 希望一起守護弱勢幼童健康 最近已經進入到腸病毒的流行期 那預計這個月底到六月中會進入高峰 那其實衛福部有做過統計 近期我們因為腸病毒而急診的人次創了十年的新高 所以在這邊台北市我們對於照顧孩子 以及確保幼兒的健康一直是我們的使命 那我也跟陳局長我們討論 對於腸病毒疫苗的施打 其實是對於預防腸病毒 以及後續可能的重症 是非常重要關鍵的一環 大家知道五歲以下的孩子 特別是很有可能之後會轉為重症 他們是屬於高貢獻的族群 所以腸病毒疫苗的施打 相關的費用其實也是非常的高 一劑要4000到4300左右 那兩劑完整的施打 那就要接近萬元 所以對一般的家庭來講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我自己就有實際的經驗喔 我的三寶他才一歲半 他就得過兩次腸病毒 那當然一次是去年 然後今年又再得 腸病毒其實非常的不舒服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小朋友就是好像喉嚨會有水泡 然後全身會有疹子 那他吞咽都很困難 會痛 所以原本像小感冒 我們就給大家多喝水啊喝奶 他大概會比較快好 但是因為喉嚨會痛 他甚至連喝奶都不願意 那更不用講照顧的爸爸媽媽或家人 其實也很辛苦 那如果又是雙新家庭 那小朋友如果送去拖嬰拖幼 如果班上又必須停課 或小朋友生病 還沒辦法到學校 其實對家庭都造成很大的困擾 也基於此 我們特別在今天跟大家宣布 台北市我們對於相關的對象 給予腸病毒七十一型疫苗補助 免費施打 台北市衛生局長陳彥元 也進一步說明 常病毒七十一型疫苗接種的 補助對象條件 初步估計將有八百名幼兒受惠 針對剛才市長提到的 我們台北市相對比較弱勢的一個家庭的孩童 來進行所謂的補助 包括低收、喊病、重病的兒童 還有脆弱家庭的兒童 還有剛才市長提到的 關於關愛之家的一些院童們 我們給予補助 那只要攜帶相關的一個證件 包括兒童健康手冊跟健保卡 到我們台北市的特約醫療院所 常病毒接種的一個特約醫療院所 那都可以接受免費的一個疫苗的接種 衛生局方面表示 目前常病毒流行已經進入高峰期 不過暑假可能又會有另外一波高峰 他們會持續觀察疫苗供應情況 以評估是否要擴大補助 台北市常病毒疫苗補助 一起守護幼兒健康 記者張氣騰台北報導 老人福利關懷協會持續關懷全台弱勢長輩 今年起積極協助長者活弱社會參與力 開辦樂齡共學堂 通過創意老化的過程 重新遇見美好的自己 十五位平均年齡七十多歲的長者起居一堂 手作植物拼貼畫 成員中有阿公阿嬤 甚至還有已經當阿奏的長輩 拿起剪刀來毫不手軟 俐落地剪出花朵枝葉拼湊成一幅畫 並開心地與自己完成的作品合照 這是老人福利關懷協會舉辦的樂齡共學堂 與萬華區和平裡無數份里長合作 邀請禮上長輩走出家門 參與社區共學 對我們老人家非常有意義 因為這樣子對我們 有出來的話 我們就會延緩老人癡呆 對我們很有幫助 很好 手部很有運動到 因為本來拿筆會不穩 有這個機會 拿筆拿剪刀 對我們真的很有幫助 大家你看你們那個 志工那麼多還有老師 還有大家同學都是 大家很熱鬧喔 就是這樣開心啊 因為現在有年紀大 就是在家也沒事做 整天跟著電視講話 所以出來有活動就出來參加 這樣子比較好 比較不會老化 手腦併用啊 手做這個之前沒做過 就回到好像以前小學的時候 做那個勞作 蠻好玩的啦 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就會想要籌辦 所謂影法世代的活躍老化計畫 那今年五月已經正式開始了 那第一站就選擇在萬華 因為萬華是一個 老年年口來講 相對來講是比例比較高的 那第二個就是萬華也是一個 非常有歷史的一個 一個城市的一個地區 那所以我們第一站就設在萬華 來辦理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我們辦這個活動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是說我們希望說我們的長輩 我想這個因為現在工商社會的時代 很多長輩退休之後都是待在家裡面 那這個會造成失事的一個 人口的一個增加 可是失事年紀的一個下降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健康的長輩 或者也健康的長輩 都能夠走出家庭 能夠走出家裡 能夠重新融入這個社會 來減緩他們的這個 延緩他們這個老化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在文化的傳承 或者在文化的保留部分 能夠做一些綿薄之力 其實我們有很多台灣的一些 很好的一些傳統或者文化 可是在一步一步的消失當中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萬華 大家知道說 嘎拉那個地方 五十年前是一片竹林 那竹林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多的竹子 那其實竹子的 就有很多的周邊的一個 的產品 以前都有這樣的一個產品 比如說竹邊的東西 的籃子 那種所謂的竹邊的籃子 或者是說我們竹筍沒有吃完 我們就會用曬乾的方式 變成是筍乾 可是這樣的文化其實已經 已經不見了 再來就是比如說我們萬華這個地方 以前是一個河港的一個城市 那時候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所謂的茶室文化 我們台語說地點 可是早期的地點跟現在的地點 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透過我們這些長輩 走出腐壞 能夠把他們的過去幾十年的經驗 或者他們的一個文化 他們所認識的文化 能夠保留下來 這樣子我覺得對我們台灣的一個 本土的一個文化的一個保存 甚至將來的再推廣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協會希望說未來能夠 除了讓長輩走出家庭 能夠重新濃入這個社會以外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在台灣的文化 的一個傳承跟保留上面 來做一些努力 平貼藝術創作課 不僅是讓長輩能完成一幅作品 創作期間簡單的手部運動 能延緩肢體老化 同時訓練腦力 激盪出不一樣的形狀 顏色來裝點作品 我們今天的課程主要就是拼貼 然後是先畫 然後再剪貼這樣子 然後其實可以運動 運動到長輩的手部的能力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你只要多動手 然後用剪的去放鬆一下手這樣子 那這次上課 因為我原本在準備這堂課的時候 其實蠻擔心會不會太做得太困難 然後所以就是有一直想要把它簡化 但是長輩們的反應其實都還不錯 然後他們能做到的程度 也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好 我們這次主要是用職務 然後我們是希望他們可以用真實的職務 然後可以去用他們自己的創意 然後去改變 然後去把很多原本的形體 都更幾何的狀態去表現出來 這樣可以運用他們自己的創意跟美感 來參與的長輩其實不一定 那一般都是只要他們願意出來的話 只要是符合他們的活動 只要願意出來的話 我們都很歡迎他們走出來參與 他們可以告訴他們的長者朋友 鄰居 然後跟他們講他們出來參與活動的心得 然後也會勸他們說 勸鄰居長者說 你們也要一起出來 這是他們給我最好的回饋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零化社會 65歲以上老人將高達近500萬人 老些除了持續關懷全台更多弱勢長輩 也讓健康及亞健康長者健康賦能 參與經營地方創生文化傳承 及輕盈共融的活動提升生命價值 老人奴隸觀懷協會 樂靈夢學坊 記著問一句台北不到 哈囉大家好我是Renry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魏 我是家一 大家好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Temma廖 我的亞 大家好我是Renis 大家好我是Grenis 2024台北水武加年華 樂樂小小並不有常會 我在西空馬通彩虹 黃牆虹302 你先出來 2024台北水武加年華 6月30日第五演唱會 大家一定要來喔 提防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期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 擁殖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為了要提升基隆城市的國際競爭力 基隆市政府辦理一場國際設計交流工作坊 在台灣日本韓國優秀設計師的創意激盪下 針對基隆辦手禮大禮包和基隆特色的商品 展現設計成果 畫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辦理的國際設計交流工作坊成果發表 基隆市長謝國良跟產發處長林鼎超 到場感謝台日韓設計師們 腦力激盪 為基隆打造更具競爭力和國際化的城市形象 發表會中展現多樣設計成果 像是融入基隆海港貨櫃意向的禮盒設計 還有大家熟悉的基隆三寶之一的辣椒醬 也展現了台日韓設計師的創意發想 市府用明星商品的概念來選出了 我們今年10家不一樣的明星商品 那他們都是我們基隆的未來的明日之星 那像是我們現在手上的 馬鹿醬 就是我們的基隆的三寶之一 那個醬料三寶之一 那我們覺得它也可以有一些優化的過程 所以我們邀請到我們的設計師 來幫我們進行商品的優化 那因為原先的商品呢 它本身是玻璃瓶包裝 然後尺寸較大 那我們考量到未來品牌 希望踏上國際的宣傳跟行銷 所以我們將包裝呢 變得比較迷你的size這樣子 這是全新的優化包裝 然後也推出了這種便利性的 就是方便大家在可能家裝 或者是跟朋友之間的送禮 然後推出這種小型的迷你尺寸的禮盒 文化上面是因為我們這次韓國的設計師呢 其實韓國很有名的一些美食 就是像大醬湯嘛 或者是一些比較知名的辣醬品牌 那他們的包裝本身都是以塑膠和料去做包裝 那比較不一樣是 因為基隆的這個玩劑辣椒醬呢 也俗稱馬鹿醬 那它就是以玻璃瓶身 所以可能在溝通上面的時候 我們會一起交流到說 其實可以透過不同的材質包裝來去為品牌加分 團隊總共有韓國的設計師 然後還有我一個台灣的設計師 然後我們總共五位同學來進行交流 那主要還有一位那個韓國的當代的副理事長 千華老師 然後他來進行我們可能語言之間的交流跟溝通 這樣子 我們台日韓設計這個交流的平台 已經進入了這個第二個年頭 那從這個優秀的過去的建築系的學生 到現在興銳的設計師 設計家 那我們期待透過這樣子的交流 成立一個平台 然後把台日韓各式各樣的設計創意 都融入在基隆 也多姿多說我們有山有海 但是我們的整個城市的創意景觀 可以再發揮更多一些特色跟創意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來把這個設計的方面把它發揮到極致 集結台日韓設計新秀的設計觀點 希望讓基隆的明星商品 未來邁向國際化 市府產發處表示 期待未來能夠持續推動更多國際合作機會 來深化基隆的國際競爭力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您知道該如何製作平價又美味的海鮮料理 又達到永續海洋的目的嗎 一起來深入了解 這一道要獻給大家 它是寶島漫波 好這時候開始要唱那首歌 波豆漫波 漫波波豆 讚 畫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產發處所規劃的 2024永續海洋生態 國宴成果分享會 特別在國門廣場的玻璃屋登場 邀請生態飲食設計專家 跟基隆在地廚師一起創作 讓基隆的在地海鮮升級 並達到永續海洋的概念 在四月份的時候已經集結了 上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生態廚師 他們針對台灣的幾種國產的魚產品 常見的平價的魚產品來做設計 因為其實好的料理不需要昂貴稀少的物種 而是我們隨手可得的這些物產 所以呢我們從台灣常見的大概11種魚產品 比如基隆的小卷 白帶魚 青魚等等 還有南部的獅牧魚 牡蠣等等 11種來做發想跟創作 那在這兩個月的期間呢 這些生態主持總共特別針對海洋 海鮮比較擅長的主廚 大概有35位生態主廚就留下來製作 35道海洋的這個創意料理 那還有特別也邀請了基隆的團隊 基隆的餐廳團隊有三家餐廳 也來組成一組總共是七家一組 總共八組的生態的這個國宴的食譜 今天都在這個場地呈現 那總共有40道菜的這個菜單 跟食譜都會集結成 然後送給我們金融市政府來作為推廣 那先講這個白帶魚 張綺這是張綺設計的 那裡面會有老菜卜 老菜卜其實另外一個名稱叫做黑金 所以我們跟有閃亮亮銀色的白帶魚一起去蒸 然後裡面也有用到新鮮的白蘿蔔 還有菜卜 主要是三代同行經營共融的概念 那當你們來到了基隆 謝謝你們來 你們應該會看到 我們有很漂亮的山很漂亮的海 乍見山海就是我們一起去呈現的 基隆有山有海 那每一個時期有不同的時書 會在這個地方產現 然後再來是我在八斗子 然後我念海大 我在這裡生活了20年 所以我用一個我透視到我凝視我看到的基隆 我看到的海洋 在這個培養米上 你們也可以這樣凝視到這個培養米 其實這個培養米也等於是這個基隆的海 培育了我們大家長大 所以我們呈現的話是沙茶裡面有加咖哩 然後味道也是很豐富 又加了我們FRI裡面的海鮮花枝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養殖的蚵仔 所以是蠻新鮮的 那另外這邊也有那個我們的海鮮的蝦 然後另外這個炒冬粉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使用魚翅 然後我們用那個冬粉來代替 通常在瓣豆茶裡面的話 有很多魚翅羹 所以我們盡量鼓勵說 大家用其他的食物去代替 另外的話這邊也有 我們做的那個鬼頭刀的慕食 像我們現在實在 食當季的產品 像鬼頭刀大粗 所以我們是使用說用 讓鬼頭刀用鹽曲去醃漬它 然後再做成慕食這樣子 讓大家更認識友善魚法是什麼 RFI的魚種 然後我們其實基隆人常常在吃魚 可是到底要怎麼樣選魚 然後對這個環境才是友善的 那藉由這個活動 像很多的不同城市 來到基隆的生態廚師 其實他們對於基隆的印象 就有非常多的香料 然後跟小卷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是別的地方來看我們 然後等於是我會去一直反思 我們自己用到的食材 有沒有他們那麼豐富 市長謝國良說 市府將持續輔導 農漁村社區產業 轉型成以在地特色物產 為主軸的生態旅遊 這次的基隆生態國宴成果分享會 市府未來也會將食譜 導入社區發展特色 透過食材故事 生態永續 讓這次的永續海洋生態國宴計劃 持續發酵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響應國際佛光會提倡的 佛光有愛 零飢餓活動 基隆集樂寺舉行愛西米聯合捐贈 給50個受贈單位 讓關懷 蟲蜜 出發 傳遞人間有愛的信念 佛光有愛 零飢餓 響應聯合國SDGS 有序經營及消除貧窮的目標 佛光山極二寺 繼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基隆區佛光人 在大雄寶店舉行 佛光有愛 零飢餓 愛西米聯合捐贈活動 由主持廟章法師主持 這次我們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基隆區各分會 發起的一個愛西米捐贈 在基隆區這邊總共有 50個單位受贈 那這個有禮長 那有學校 有弱勢團體等等的 那相信呢 大家所發起的這份愛西米的捐贈 那可以福利很多需要的人 那這也是呢 師父呢 他呢 秉持的 這樣的一個人其幾幾 人膩幾膩 人膩膩的一個無緣大慈 同體大輩的精神 那帶給每一個人 人心的一個溫暖 那也能夠達到 去除我自私 那有一個無我的一個平等大愛 把佛陀的一個慈悲 智慧 真善美 都能夠呢 這個發揚光大 50個受贈單位 包括了各級學校 慈善團體 各禮辦公室等 共贈餘了430箱 超過5600公斤的愛西米 由各校的校長 及單位主管清零受贈 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佛光人 超過130人參與盛會 今天非常謝謝佛光山 舉辦這個人間有愛 靈激餓的這個活動 捐贈非常多的資源 給我們相關各校各禮的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就以佛光人的宗旨跟信條 來從事我們的政治工作 相信這個社會會進步 祥和那政策也會實際的推動 讓我們有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都可以被看見 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宗旨 我們感謝我們國際佛光會 我們基隆區信義第一分會 這個已經是連續第二年的捐贈了 讓我們薄荷光懷協會 秉持這個助人之心 我們透過食物銀行的服務 透過這個百米的捐贈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到 基隆市的弱勢家庭 能夠獲得百米的愛心 以及我們佛光會的一個祝福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關心我們社會的弱勢族群 讓我們一起送愛 給弱勢家庭一個溫暖 藉由各單位轉正給弱勢和有需求者 期望能在社會上形成善的循環 讓社會更美好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基隆暖暖清水季活動 週六將在暖暖清水公園開幕 活動期間 噴水設施除了週一和週五 暫停開放外 每天早上下午各有1點5個小時 暖暖區長陳汝東 歡迎民眾前來細水消暑 基隆暖暖清水季 近年來都是大小朋友期待的細水地方 今年的清水季 將在29號開幕 一直到8月30號 讓民眾度過清涼夏天 2024的基隆清水季 整個的時間就是6月29號到8月31號 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那大家非常喜歡去玩水的地方 它的噴水的時間就是每天的9點半到11點 還有下午的4點到5點半 那因為整個的那個清水的水池 需要有整理的時間 每個禮拜的禮拜一到禮拜五是休息 然後我們整理環境的時間 記者會上公布今年清水季活動內容 除了可以玩噴泉 還規劃一系列多元活動 很重要的一個清水的水的元素以外 我們還希望擴展我們 大家來我們暖暖的時候做那個清旅行 就是簡單的健行 接觸我們礁山的一些生態 比如去採竹筍 包括我們還有一些 因為我們暖暖以前是有很多的眷村的 所以我們一些眷村的美食等等 那就是在這一次有一些特色 還有當然我們的手作也很有特色 基隆暖暖清水季 每年都吸引大批親子前來消暑 除了可以免費玩水之外 還讓遊客體驗暖暖獨特的 人文山水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第二天 奇筆 還嗎 是的 第二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